另外一套繪圖筆的工具 其實就是MyViewBoard 那老實知道 我們剛剛一開始不是就有AI小幫手嗎 為什麼我要換到這間教室 因為這個軟體 只能用在Windows 10以上 那您可以發現 如果我們上課的時候 有AI小幫手的幫忙 會不會好一點點 當然我不敢講說他辨識率都很高 但是至少口語化的不太有太多問題 尤其對於如果他是聽障 或者就是說有一些障礙的同學 你在上課的時候有字幕 就跟我們看影片有字幕跟沒字幕 你覺得會不會有差 有差對不對 有些人他會比較專注在那個字的上面 還有標點符號碼 其實這邊他用的 不是Google的語音辨識 這邊用的是微軟的 那目前MyViewBoard也是我唯一看到 有繁體中文字幕的這種教學的軟體 因為我們Google Meet 它有沒有這種自動翻譯 有 可是它只有什麼 英語、法語、葡萄牙語、西班牙語這些國家的 好 也沒有繁體中文 也沒有簡體中文 那 目前唯一有的就是我們的這個MyViewBo 好 那 它當然 這個工具其實很像剛剛大家在用的那個IP-EVO 它呢 你看 點下去 有沒有畫筆 是不是都一樣 有橡皮擦 那有這些 形狀 它也有白寶箱 那 您看在這裡 有沒有放大鏡 有沒有探照燈 都有 對不對 所以我今天 來來來來 同學我們來 這個 加一個骰子 你可以像這樣用 按一下 有沒有就可以丟出來 那 一個不夠 好吧 兩個 因為班上人數比較多嘛 按下去 有沒有可以這樣一起算出來 那它也可以把這個 換成別的喔 你可以用填數字啊 可以填圖片都可以喔 好 所以它這邊變化就會更多 好 這個是給大家稍微看一下 你看如果用書 英文的 欸 可不可以用這樣來造句也可以嗎 好 類似像這樣 或選題目都好 好 那 它也有像什麼倒數計時啊 這些東西 那另外呢 如果老師上課 你會 需要一些實物投影機 或是網路上的 攝影機的畫面 你也可以用它 比如說你看 我需要這一台的 有沒有馬上就把我抓出來了 我需要網路攝影機的 像我現在 這一台沒有在用 好來 欸 這一台有在用 這一台在這裡 你家 這一台在這邊喔 有在用的就沒有辦法被我抓到 嘿 像這樣子 那我今天需要哪一台畫面 我就可以隨時的叫出來 現在確定沒有在用的 有沒有這樣就抓出來了 那你要拍照要幹嘛 是不是都可以直接做 就很方便喔 所以我們可以像這樣子直接來用 那 在這裡 好 關掉關掉 那麼呢 它也可以做錄影 它也可以做錄影 其實 MyViewBoard比較像是什麼 All-in-one的軟體 因為它原本 來 我問一下大家 你知道 你有看過這三隻鳥吧 大家小時候的印象 他們是做什麼的 做螢幕的對不對 對 那他們現在也在轉型嘛 也就是說 它現在除了做一般的小螢幕 它也有做大螢幕 老實說喔 我們現在國中小 幾乎 大概有 應該 台北 新北跟台北基本上 就幾乎 每間教室都有大屏 那 台中的話應該至少也有 可能超過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所以他們現在教室裡面 很多都不是這種 我們標準傳統的黑板 或白板 那有這種大電視的話怎麼辦 當然也需要適當的軟體啊 那麼用My Viewport一個比較大的優點 就是說 它軟硬是分開的 也就是你今天用別人家的大電視 沒關係 我也可以把我電腦接上去之後 你就可以在上面直接用它的軟體 所以這樣子 一個很棒的地方是 老師走到哪邊 你使用的工具是一致的 那我今天沒有大的螢幕 我可不可以單純用軟體 也可以 你看我在這邊不是可以單純用嗎 對不對 這樣是不是就 老師走到哪就可以用到哪了 這個是他一個很好用的一個工具 那如果呢 老師想要跟他做互動可不可以 也可以 比如說你如果在線上課程的時候 我想要請同學 你幫我 傳作業也好 或拍照 那我們都OK喔 因為這裡 他有互動的工具 在家 你看我 比如說這樣好了 我麻煩老師呢 來 您來這裡 幫我掃一下QR Code 您就可以把你 幫我拍一下教室現場好了 您可以傳給我 那您 第一次拍照完之後 他會問你 你叫什麼名字 那名稱 您自行填寫 您就可以把您的拍照的畫面傳給我 有嗎 來 我用我的畫面給老師看一下好了 好 您看這邊喔 來我來把它切換一下 在我這裡 你家 這是我手機上的畫面 在這裡 好 那我現在呢 如果剛剛在這邊 我掃描這個QR Code 好 我打開 我來掃這個QR Code 已經有老師傳給我了 我有聽到叮咚的 來 有沒有問你叫什麼名字 對不對 OK 這個是 廖老師 這樣有沒有偷懶 反正語音很方便 那你是不是進來了 那麼進來之後 有沒有一個上傳檔案 你可以這樣子 也可以怎麼樣 按加號 欸 我就可以直接拍照囉 你看我從相機直接拍 好 我現在就把我們的教室現場 來 拍一張 好 確定送出 好的 這樣 欸 我收到了 你看 來 我們馬上進來這裡 看一下 進到我的白板裡面喔 你看 有三個老師 四個老師進來了 有沒有 那 你這個 我要第二頁 來我們看一下 剛剛老師幫我拍的 這裡 那 跟老師講 這些資料 他馬上就怎麼樣 送到雲端硬碟上 來 抓出來 好 他馬上幫我下載 欸 不錯不錯 有沒有 點到他 不夠大 放大一點 點到他 欸 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是從我的角度拍出來的 不是 這是老師的 他就可以馬上下載下來 點到 放大一點 這樣是不是OK 對不對 我們這樣跟同學互動是會比較多 那 他的白板 也是什麼 無限大 所以老師如果 啊糟糕 這樣空間不太夠了 滾輪 來啦 等一下呢 你就放到怎麼樣 另外一邊嘛 放過去 好 換這一個 謝老師的 欸 把他丟出來 好 來 點到他 喔 老師 你在哪裡 你在哪裡 哈哈哈哈 有沒有 所以他的空間是無限大 你要放大 你也可以用這樣滾輪 靠近 放大 那我們可以無限多頁 你看第一頁第二頁 有沒有感覺跟剛剛是一樣的 可是他的功能會相對更完整 但是呢 你只要一個軟體就解決了 所以這個是我們用MyViewport 一個最大的優點啦 那這個工具呢 如果老師有興趣的 你網路上找 可以 那我也有寫一系列文章 來介紹他 那麼 我們看一下 他針對學校的教育版 可以做免費的申請 好 所以如果說 老師呢 您對於這個有興趣 可以請學校 幫忙申請一下 好 幫忙申請 那這個 申請的表單 我有放在這裡 好 那因為他會綁學校網域 好 就看老師 要用哪一個網域 去綁定他 那您登錄的時候呢 就可以用 教育版本 那這樣子的話 你可以得到比較多功能 這樣了解 好 所以這個我簡單介紹一下就好 因為這個 軟體比較大套一點 其實網路上呢 他也有社群 好 也有社群 所以呢 如果您覺得 嗯 有需要的 不要客氣 就把它 下載 好 當然個人帳號也是可以用 好 也是可以用的 因為其實在疫情期間呢 那有蠻多老師呢 去使用我們這套軟體 那 也 在FB上 有一些那個老師教案的一些分享 跟教學的影片啊 或演習 我有去講過幾場 那麼 不管怎樣 就是一個 讓大家有一個比較好 互動的工具 你本身如果需要 我還需要裁切一下 你就可以用它裁切工具 自行在 做一個調整 這樣 OK 這樣就好了 好 所以呢 我們 可以像這樣整理完了 那你在 下課前 我就可以透過這個分頁 直接做複習 好 這個是先給大家 參考一下 MyViewBoard 另外一個 螢幕上的畫筆 好 用IPVO 是最單純 但是呢 如果老師您覺得 我需要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互動 那麼 你就可以考慮用到 MyViewBoard這一塊 MyViewBoard這一塊 那兩塊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做的 你也可以做的 我可以做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